大家好,我是Tama 你不太懂他讲什么 就是等于什么都没问到 这个问题是非常常出现的 在开始就是这些句子的组成之前 就是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方向 要怎么去练 所以呢,只要记得就是 左右 左右呢,这个是最常听到的 无论你是在坐地铁都好 在坐,公车也好 就是,出到外面 就是左右 会比较多,左右的这个区分 会比较多,所以我们只要记得 你的 我现在的方向 就是你正在看的方向 不是我的方向哦,是你正在看的方向 所以呢,你现在这个方向呢 就是你的左边,对吗 你的左手 是在这边 不是我的左手,是你的左手 所以左手的话,我们叫 左手的话,我们叫 右手的话,我们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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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右手呢,是两个字的 右手呢,就是 左手,就是左手三个词 三个音节,左 就是,我们指前面 前面 前面 后面的话,我们有两个词可以用 第一个是大家最常见的 最常听到,就是 後面 後面就是后面的意思 另外一种说法呢,我们可以讲 裏 裏的话,它是比较属于 就是背面的意思 背面的意思 後面,裏是指背面的意思 第一句呢,我们要来听的就是 直到前面 장面的话,我之前也有讲过 Scoko的话,就是 那一边 那一边 そ我們就是 离对方比较近的 팀 所以呢,我们 Ordinary 是在那一点而已哦 但通常我们都会用词的啦 通常,别人告诉你方向efton 常说 sug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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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在那一边而已 すぐそこです 或者你会听到另外一种说法 就是そこにあります 也是一样的 そこにあります 在那一边 そこにあります 所以呢 这个にあります 是非常非常常出现的 尤其是你要告诉 你要告诉一个人 明确的地方的话 第二个 你要记得的单句就是 角 角 角就是指 转角处 角 角を曲がる 曲がる就是 转弯 所以呢 角を曲がる就是 那一个转角处 那边我们要转 所以通常 如果它的店 它的地方 是在这个转角处的话 角を曲がったところにありま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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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下来呢 就是要教大家 就是方向的教学 方向的教学呢 就是指 对面 旁边 中间 这种 会比较 详细的一些地点的讲法 所以呢 它们这边呢 就会有讲 隣 第一个 隣 隣就是指 旁边的意思 隔壁 旁边 所以 可能会跟你讲 銀行の隣にあります 就是在银行的隔壁 銀行の隣にあります 接下来就是 中间 中间号 我们叫 間 間にあります 間にあります 所以它通常会跟你讲有两个建筑物的名称 比如说我们可以来讲 病院と郵便局の間に 病院と郵便局の間にあります 就是在医院和邮政局的中间 間に 只要记得 間に 銀行と郵便局の間にあります 就是 对面 对面的话呢 就是 向かい 向かい 我们可以讲 レパートの向かいにあります レパートの向かいにあります 就是在这个 百货的对面 百货的对面 スーパー スーパーの向かいにあります 就是在超市的对面 向かいにあります 在 另外一边 就是反车的 可能你现在已经走到 一个那边 他跟你说 不是哦 是在反方向哦 是在反方向 另外一边 所以 他还可以讲 可能 レパートの反対側 レパートの反対側にあります 就是在这个 超 在这个 百货的 另外一边 レパートの反対側にあります レパートの反対側にあります 反対 反対就是反对 也就是反方向 反対側 反対側にあります 地铁的前面 或者是地铁的后面 所以我们会讲 駅の前にあります 或者是駅の裏にあります 背面 就是另外一边出口 就是駅の前に 駅の裏にあります 接下来就是 我们的这边 这边就是你的左手边 你的左手边是 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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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右 右 就是这个 向前走 这个也是很普遍的一句话 就是叫你向前走的话 那个叫做 まっすぐ まっすぐ行きます まっすぐ行きます 以上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 比较简单的词句 希望就是可以帮到大家 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就是下个影片再见啦 お疲れ様でした 拜拜